在大型盆栽周围定制木头 做成像是一个相框 接着在每一个铁圈中摆入多肉植物 过门多久成品出雾炉 像是一幅幅立体的美丽画作 不同的多肉植物 有造型原胖可爱的 也有跟经验肥厚的 组合在一起挂在墙上当装饰 提升室内的摆设质感 甚至我们回收的玉米罐 我们也可以把它做成 乡村风的多肉煮盆课程 水泥挂板也可以结合多肉 多肉植物DIY十分多元 商界无限近年来也成了玩家新丑 原本一盆一百多元的盆栽 摇身一变变成了观赏价值 相当高的艺术盆栽 椅子造型的盆栽 上头摆了各种多肉植物 在老板的巧手组合下 呈现不同的风格 它本身是暗色系有没有 所以我们用白色 然后它跳出来 看准多肉植物直立生长的特性 店家发挥巧思将泥土放进铁圈中 再一一插上多肉植物 再用发夹固定 让盆栽不只是盆栽 也能变成艺术品 后来才发现知道 它是那种养不死的 而且可以自己落地生根 但是它开花真的很美 从这边开始 认识多肉这两个字到现在 多肉植物也能拿来装置信箱 还能做成叶丹花圈 叶子颜色深浅不一 边缘还带着火红的颜色 充满生命力 色彩多变的多肉植物艺术 在大陆张州一年可创下 两亿元的商机 在台湾也逐渐打开市场 疗愈的多肉植物价值翻倍 玩出独一无二的城市绿意 记者 季博士王嘉庆 潘颖文 高雄报导 小 affair 中多不一项 20